屯門掃管窟近年有多間大型發展商在這裏積極發展 有多個新盤陸續推出 面對這麼多屋苑各有特色 有時都頗難選 今天我們選擇了其中一個項目 位於掃管窟由萬科置業發展的上源立庵 還邀請了市場營銷及客戶關係部董事周明熙先生 上來跟我們聊聊 周先生你好 其實在掃管窟都有多個新盤開手 上源在設計上有什麼特色 其實萬科亦都非常注重我們的建築設計 除了要有建築美感之外 環保的要求我們亦都非常注重 上源這個項目 採用了香港罕見的Sky Beach建築設計 連繫了五座高樓 在Sky Beach上 住戶除了可以觀賞四周的自然景色之外 還可以做瑜伽、BBQ或是有機間座 我知道Granapone貴為樓盤的亞族柳王 它跟其他單位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Granapone在選材用料那裡 我們亦都全面升級了 廚房的設計是以Mannhattan Grey做主吊式 和浴室的顏色是互相呼應 營造了時尚優雅的感覺 標準戶之一的四房 它的配置亦都可以比美頂層特色戶系列的Skyler Pond 選用了專業廚師都喜歡的瑞士廚具品牌 令到住戶可以在家裡大宴親貧 車子瓶장 李宗盛 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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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駛 駕駛 駛 補丸的設施顧自然吸引 掃管窟還有什麼配套可以迎合住戶的需要呢 隨著掃管窟有多個大型樓盤相繼落成 預計未來的生活配套及交通將會更加成熟 加上講豬澳大橋的通車配合機場的三跑 還有結合酒店、餐飲、娛樂設施的世界級地標Sky City 發展潛力相當好觀 預計明年落成的屯門接車立北的連接路通車後 將進一步縮短往返澳門珠海的車程 打造大灣區的一小時生活圈 聽到這裡相信都加深了大家對掃管窟的認識 對於追求高質素生活的換樓人士 不妨可以考慮這一區 好嗎? 我們想做這些事 好嗎? webug 我可以聽到他們說 好嗎? 對啊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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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